繼續要謝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當然就是講雙鴻會賽後評 比賽之前就有人向我透露說 某個討論區就說發起只要曼聯一輸給利物浦 就會向我攻擊和恥笑我 原因就是開季之前 何鷹就講過有關於坦克格和馬天尼斯的優點 誰知曼聯雙鴻會就贏了利物浦2比1 只有整個攻擊和恥笑何鷹的行動就不了了之 還聽說那班人說要解散都很可憐 其實我很同情 這班人之前恥笑我其實幫我宣傳了很久 現在要消失又得不到尊重 我是傷心的 我只能夠多謝他們 多謝他們之前的恥笑和宣傳真的幫了我很多 但是我衷心希望他們不要再為了幫我宣傳而害了自己 試問我又怎會過意得去呢 最好就是學會以下的道理 不要這麼快兩場球就否定一個教練和一些球員 沒看清楚就下半段衝出來彈出彈入 唉彈得幾多次啊 就以馬天尼斯的事件為例 我看到坊間今天竟然是用枝齒近乎勇啊 吐氣洋眉啊 脫胎換骨啊 這些形容詞去講今天馬天尼斯的表現 我就真的覺得相當奇怪了 為什麼馬天尼斯今天只不過是保持水準 但是就要吹到他脫胎換骨這麼誇張呢 我甚至可以告訴大家 但是今天根本就不需要特別點名去稱讚馬天尼斯 就算要說一句起兩句子都夠了 因為有級數的評論都經意在之前那兩場英超都讚了 去到今天的賽事啊 他只不過是保持水準而已 讚什麼呢 難道他每次出場都要讚他啊 他只不過是做回平時做開的事情而已 前兩場英超都是這樣做的啦 為什麼前兩場英超不先讚到今天才讚啊 甚至乎之前在荷甲和之前的歐聯賽事 他都是這樣踢的啦 正常發揮而已 都是靈活有對抗性 禁區裡面拼命掃蕩 以及阻止到對方關鍵射門 防守角球有護空門的意識 成為今天贏球攻神有什麼這麼出奇呢 這些優點我早在轉會評論的時候 跟大家都介紹過了 今天他的表現對我來說是毫無驚喜的 毫無驚喜 毫無驚喜 我要讚的是 頭兩場球都讚完了 今天都不用再說什麼了 我只不過是不明白為什麼馬天尼斯 前兩場英超踢得好 竟然會被人恥笑 今天只不過是保持水準而已 就被人捧到上天 太過癡線了 上一場奔福特被人入國球 整隊萬聯的隊友 有一棵木這樣站著看球 只有馬天尼斯有意識保護空門 還要一個對著兩個 其他隊友都完全不施加援手 而坊間評論竟然不是批評其他萬聯球員 竟然是批評馬天尼斯不夠高 今天馬天尼斯上半場防守角球 就只是做回上一場做開的保護空門動作的意識 主動就頂著 Buno-Farlandes 亂禁魯莽解圍擺虎洞的射門 反而就說脫胎換骨 做開的事就被人說脫胎換骨 我是馬天尼斯 我都勾頭 坊間這些彈出彈入上天下海的評論 真是令人難以觸摸 都不知見機於什麼準則去評論 當人人都急急腳調轉槍頭 不執書地稱讚馬天尼斯的時候 我就一定是不稱讚的了 因為我一早已經對賓福特那場球稱讚了 等於買股票那樣 當然一早買了等他升才有錢賺 人家都升光了 你才來買有什麼用 今天搶先要稱讚的反而是馬拉西亞 第一個入球面對密集 馬拉西亞玩變形系統 入中路幫手組織協助萬聯破島密集 其餘時間他用波冷靜 跟馬天尼斯一齊奠定了萬聯後場插球的基調 亦都可以稱讚坦格 突然之間用他這個速度快的球員去針對沙拉 稱讚一下這些之前未稱讚過的東西好過 甚至我可以告訴大家 馬天尼斯今天打大戰踢中堅踏著華拉尼 頂到最後都叫頂得順 只輸過國球鴨仔球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利物浦那邊的前鋒 發明爐很欠缺狀態 經常都找不到位置去接應球 甚至發明爐下半場踢球、射球、踢空氣 而且紐尼斯這個高大前鋒都紅牌停賽 利物浦今天根本就是欠缺有能力的前鋒 如果下次打大戰對著很高大的前鋒 萬聯亦都是繼續踢收縮防守區域 馬天尼斯一定要站死中堅位 避都沒得避的話 我們都要觀察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在大戰當中如何避免馬天尼斯被針對的問題 依然的考驗在後面 之前那兩場就不是大戰要訓練控球再腳 希望穩定地後場猜球那些 我們就很支持馬天尼斯打中堅正選 但打大戰的話我們依然說是小心被針對的 這些都是我一左轉回評論的時候都講過了 除了打大戰之外 馬天尼斯是可以絕大部分英超正選上陣打中堅 因為面對密集都需要他組織 例如今天萬聯偶然面對一下的密集 就立即利用到馬天尼斯的快速組織傳送 才節省時間去換取到拉左邊Elenga進攻點的空間 才會出現上半場萬聯15分鐘的破密集入球 哇!萬聯上半場15分鐘就入球 平時對利物浦哪有得這麼快 不過說到15這個數字和快 有樣東西簡直更快 15秒就可以了 就是X-Wallet 的私人貸款 他們的App 15秒就立即知道批核結果了 24小時都可以申請 轉數費即時過數 日式計算 借多少 到得 現在有優惠 新客戶輸入我的優惠碼HW900 立即送你900元 cash 優惠期去到8月31日 可以在下面info box的link 按進去研究一下 今天這個入球就好像跟以往的歷史 調轉來玩 以往萬聯幾次對利物浦 都是利物浦上半場15分鐘 破密集入萬聯波 以往就是萬聯對利物浦的時候 用自殺式的戰術去輸 今天竟然角色調換了 可想而知 利物浦今天作客萬聯是用了自殺式的戰術 這場球我都有在Patreon做獨家預測 坦白地說 我最多都是猜萬聯打和1比1 還以為坦克做到我所說的 懂得放下自己控球在腳風格才可以打和 坦克雖然都算是做到 但是理論上就真的未夠數可以贏 萬聯要贏完 就真的要有些額外因素支持才可以 所以我比賽之前 都猜不到萬聯贏2比1 原因就是我做預測的時候 根本就未見到正選陣容 根本就不知道 沒有法賓奴、沒有基達 甚至高普是用了我一組千聽萬觸千奇 不要用的艾利諾 這樣才可以加大到萬聯贏球的機會 開球前12個小時都未收到 關於法賓奴和基達的受傷消息 所以我以為利物浦的中場都會 正常不會自殺 估計萬聯盡人士都是最多打和 不過未收到正選陣容之前 我經意建議過高普 千萬不要用艾利諾打正選 因為這個球員身形細小 也太過單薄 不夠對抗性打大戰 誰知道去到比賽之前 法賓奴又打不到正選 基達突然受傷 大名單都入不到 又真是用了不應該用的艾利諾打正選 那就做不回利物浦平時的攻守平衡4-3-3 立即變成只有兩個防守中場來打大戰 就好像之前萬聯那些自殺式戰術 利物浦15分鐘的支撐球很明顯 就是見到艾利諾的防守有等於沒有 萬聯的進攻 禁區頂偏左的位置就是針對到艾利諾 艾利諾的防守是欠缺位置感 亦都欠缺對抗性 衝來衝去搶不到球也都失去位 暴露了整個禁區頂偏左的位置 艾力神禁區頂就是打個1-2撞場破了密集 Illanga六頁插入地坡全中 身組冷靜吸過詹士米娜搞定 利物浦被人破到密集 就是因為不夠防守中場 牽達神為了幫艾利諾保位 牽一發動全身動了些位置 弄到被曼聯地坡全中的時候 利物浦只剩下一個防守中場可以入禁區幫手 就唯有逼著落鏟被人吸過詹士米娜 接著坊間就有人說 雲迪克這次竟然變了麥加雅 紙板公仔 但是我的態度和以往都是一樣 都是不會大力炮軍麥加雅和雲迪克 之前麥加雅這麼慘 是因為曼聯防守的時候 長期欠缺防守中場保護後防線 今天雲迪克這麼慘 亦都因為利物浦後防線前面 是不夠防守中場做平將 突然之間沒有了平將後防線 就會很難有反應 這些就是戰術的問題 不是關於球員的事 今天就解釋了為什麼 我一直以來都這麼堅持這個理論 欠缺防守中場 尼收縮在現代足球的節奏當中 雲迪克都可以馬上廢武功 何況是麥加雅 只要戰術出錯 戰術不合理 雲迪克和麥加雅 有時候都可以接近一九樣 利物浦今天真的輸中場 下半場被曼聯打反擊 亦都因為沒有法賓奴平時的反搶 年老的Hindersen 只要有一點失誤 就立即被馬斯亞做超級連結人 再送直線給拉舒福特打反擊 再搞定拉開紀錄 那是不是越位呢 就只能夠今次相信VAR 看不清楚 這球球還有一個關鍵就是 阿力山大洛太過心急斬上禁區頂 失控球權當時都沒有機會就斷上去 利物浦打逆境球的心態 又是需要留意 其實曼聯今天的中場 這個組合都是理論上打大戰算是自殺式 艾力臣和班奴同時打中場的正選 還要站4231結構來收縮防守 下收縮的時候就是4231 一般奴有壓迫是努力 但是他真的很少回來禁區頂幫手防守 他都是在前面站在那裡看著 後面兩個防守中場追球在那裡守 他很少參與幫手 今天利物浦面對密集的時候 依然和以往一樣都很容易通過到萬聯 中後長條中路路線來拆散 都是要入萬聯禁區 入禁區不難 可惜入不了球的原因 是狀態差的發明路 真的找不到位接應 所以如果萬聯繼續走這一套 4231收縮來打大戰的話 對著正常的利物浦 對著正常的曼城 甚至對著狀態正常的阿仙奴的話 萬聯其實在這些大戰當中 都是比較大機會輸的 但是今天萬聯成功偷雞 贏球很明顯是因為利物浦那邊的中場更加自殺 是雙鳥自殺 平時對中下遊分子面對密集的賽事 我一向都很接受艾利諾打中場的正選 他是有點像沙基里的球鋒 可以提升利物浦的創造力 但是他就真的沒有沙基里的對抗性 所以打大戰要防守多些時間 而最慘的是另一個雙鳥自殺 法賓奴都沒有 是要用到年紀老賣的占士米拿打正選 去打大戰 還是老過艾力神的球員 而軒達神也老過蜜湯 利物浦運轉力就是很差 所以萬聯即使都是理論上自殺式的大戰結構組合 都還是贏到利物浦的運轉力 即是說利物浦的自殺更加嚴重 就是今場的賽事 分野就是自殺得更加嚴重 那邊輸 利物浦就會早萬聯一步出現問題 萬聯就變成可以領先 萬聯的確這次是趁利物浦有雙兵潮來贏 趁他便宜拿他命 高普也只不過是被迫自殺 因為真的沒什麼人選 沒什麼人用 所以萬聯贏到一場雙鴻匯 也不可以說尖尖自喜 必須要警告坦克 如果繼續用這個中場的組合去打其他大戰 只會繼續自殺式 不過幸好 接下來有卡斯米露加盟 這個問題可能會好些 還記不記得之前兩場櫻超萬聯輸的時候 我就說很正常 要繼續給時間教練去玩這個 非積食戰術長期訓練的控球族風格 我就不會這麼快否定他 但是今天贏到這場雙鴻匯呢 我見到有問題的 所以我反而都會繼續警告坦克 這場贏了都不要尖尖自喜 這些才是最公平最公道的評論 不會說一尾鬧 也不會說一尾稱讚 以下的部分呢 就是詳細講坦克的 有讚有彈 首先同意坊間所講 他的調動還是有點猛 雖然坦克半場更換進攻點 有助於下半場的反擊加速度 多入一球 70分鐘費特取代新組 增加防守中場 這些都不錯 但是踢到76分鐘 馬天尼斯都抽筋了 萬聯全場只有三成控球比率來收縮 一定是很辛苦的賽事 結果是會很容易九手必失 就是輸了個角球鴨仔球 如果坦克可以早點調動 透過例如80分鐘之前 轉成五個後衛 或者有機會避免失球 麥加亞後臂入體打三中堅 都適合他打 這些就是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但是的確有些事情都要稱讚坦克的 就是他都總算做到哥迪奧拿第一季效力 慢成 執教慢成都還未做到的事情 獨家預測的時候 我建議坦克這場雙紅會千萬不要像哥迪奧拿第一季這樣 打大戰都死抱著控球在腳風格 球隊還未練成控球在腳 還未練成全場壓迫打大戰 要繼續強行去用這種非即食戰術 只會踢得很難 哥迪奧拿第一季很多大戰都很難 所以應該要懂得一到大戰 就拳移之計去收縮 坦克今天就是暫時放下自己的風格 用拳移之計虛張聲勢壓迫結合收縮防守區域 主打穩守反擊 這樣就符合現階段萬聯打大戰的需求 萬聯第一球球雖然叫做破了密集入球 但是當時其實只是打過反擊 上去猜過半場無奈 所以一會兒就立即做入禁區裏面 所以都不可以說萬聯是用了控球在腳的方法 不是控球在腳的方法入球 而是盡快完結攻勢 即是說萬聯今天真的不是玩控球族的風格 是玩即食戰術 穩守反擊 是做得對 是即食 所以就立即做到事 球員的精神面貌就好像不同了 其實一切都是跟戰術取態有關 之前兩場是用控球在腳的風格 不是即食戰術 球員未學識 當然是患得患失 今天的踢法簡單即食 球員就懂得踢 所以今天就懂得跑多些 這些都是戰術協助球員發揮的成效 另外用人方面都要稱讚坦克 懂得打大戰就立即收起斯朗和麥加雅 不讓他們兩個打正選 一直以來我的足球理論都是說 你打大戰不要用速度慢了 或者年紀大的球員 上一季我都說過 斯朗打大戰 休息好過 做後備 萬聯今天的正選進攻點 就是用完最年輕最快 就符合穩守反擊打大戰的戰術 看一格講求紀律 我不要你打正選就不要你 你沒得好 那就不會像蘇斯一茶這樣 不夠膽不讓斯朗和麥加雅打大戰的正選 另外防守角球戰術都有改進的 就是馬天尼斯的站位 在防守角球當中 區域聯防位置調整了 馬天尼斯沒有再站中央最重要的位置 即是沒有再站上一場奔福特的位置 即是站前柱 他旁邊有個高點 就是幫他頂前柱的球 他怎樣的呢 他這個角色 就只是負責縮落去保護空門 這樣就對了 掩蓋到他的高度弱點 也都利用到他靈活的護空門意識 戰術又幫到球員 最後就是講到萬聯的失球 那個角球雖然都是角球 不過是鴨仔球來的 利物浦入球是靠運氣 頂輸那個叫華拉尼 這球是波子基跌跌撞撞 鴨仔球是突然之間跌到他 那真是看看誰近一點 誰近一點就快點頂到 講運氣了 這個華拉尼就不幸運 所以他高大都頂輸 因此我這球又是不會扎貴華拉尼 同樣道理 類似情況上一場球 又是不會扎貴馬天尼斯 但是上一場球 有班人因為這樣而恥笑馬天尼斯 所以我今天就要求這班人同樣公平地 要恥笑華拉尼 如果不是這班人就會暴露他們 不停搬龍門 做人矛盾 口徑不一 隨風擺柳的醜態 最後當然要講回利物浦 我會體諒他們的雙兵潮 調動來說都沒什麼好說 發明爐踢60分鐘 球都拿不到 射球都踢空氣 這個尖士米娜 年紀又很大 兩個都要拿走 但是後備值可以選擇的 只有一個卡華拉尼 即是都換不走兩個 既然落後了就唯有拿走射士米娜 叫做增加進攻 為什麼唯一可以說的呢 就是叫做早點調動 但是其實都是這樣而已 都沒什麼人好選 這些我全部體諒 不過如果進攻點 繼續不拉邊去面對密集 其實怎樣調動都沒什麼用 利物浦上一場可以追成平手 就是靠路爾斯迪亞斯拉左邊 再一股作氣衝進去內切入 是利用到首先拉邊的推進空間 發揮到速度突破力 但是今天被曼聯拉開紀錄之後 利物浦的進攻點基本上 都是太過心急 一早站死進去禁區中路那裡 進攻球員互相堵塞 根本就沒什麼組織可以做到 更加就莫說去做上一場的內切入組織 只可以說就是博猛明賣明賣試下 但是發明爐沒有泰 也沒有紐尼斯 那這種戰術又怎會成功呢 只可以靠國球鴨仔波才追上一粒 其實唯一可以依靠的 明明都是路爾斯迪亞斯和沙拉 只有他們兩個是速度形進攻點 只有速度 他們就要拉邊才有突破衝擊 尤其是70分鐘之後 曼聯經已增加防守中場 掩蓋班奴 沒有下禁區頂幫忙防守的問題 所以 禮物浦再這樣一直都不拉邊 就是注定追不上來 那今天的比賽途中 還可以在這些戰術方面微調做好些 但是都是那句 沒有人調動沒有人選不夠人用 人又老錢又沒有 董事局不肯拿錢出來買人 我真是衷心希望禮物浦董事局 這場商行會都輸了 麻煩買回速度形進攻點 今天真的沒有另一個速度形進攻點去取代沙拉和路易斯迪亞斯 就算祖達和紐尼斯復出 都是沒有人可以取代拉邊進攻點的路易斯迪亞斯和沙拉 利物浦的轉回槍真的不可以說就這樣完結就算了 利物浦開季成為英超B6當中成績最差的球隊 竟然是三場得兩分 今季怎麼算好呢 還有沒有得救的呢 怎麼救呢 大家都很擔心的雲迪克 是不是真的回了堂呢 什麼原因回堂呢 這些全部都會在Patreon片尾彩蛋那裡繼續回答大家 記得多點Like 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被推送 Subscribe 完的朋友可以按鐘仔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